茄子在蔬菜中营养含量中等 但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液和维生素皮 其中维生素液可以抗衰老 也可以提高毛细血管的抵抗力 防止出血 那么今天蛋壳就来教你一道油煎茄子 做法是将洗净的茄子去除外皮 对半切开 切上网格刀花 改切成块 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烧热 放入茄子块 转动炒锅一面烧焦 待茄子煎出香味时 放入盐、鸡粉、生抽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锅盖 小火焖约2分钟至茄子水软 揭开盖子 加入少许陈醋老抽炒匀 倒入适量的水淀粉炒匀勾芡 放入少许葱花炒拌均匀 起锅将食材盛出装入盘中就可以了 你们还有哪些更好吃的做法吗 快快留言与我们一起分享吧